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我是Cat 有8名美軍最高級別軍事將領組成的參謀長聯席會議 簡稱參聯會中 今年會有多達5名成員因為任期結束而離職 其中包括主席以及陸軍參謀長 海軍作戰部部長和海軍陸戰隊司令 甚至空軍參謀長也可能提前結束任期 此外美軍的三位最高作戰司令 北方司令部、太空司令部和網絡司令部的負責人 易章換人 這是對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的一次重大洗牌 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 並不只揮部隊也不負責開展軍事行動 他們的主要職責是就軍事事務向總統和國防部長提出建議 每位首長都必須監督各自軍種的戰備情況、政策和培訓 參聯席會由主席、副主席、陸軍參謀長、海軍作戰部部長、 空軍參謀長、海軍陸戰隊司令、太空軍司令和國民警衛局局長組成 美國總統是美軍總司令、總統拜登在2021年任命 美國第一位黑人國防部長奧斯汀 根據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4月17日披露的信息 我們來看看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中 五位重要成員的潛在替換者是誰 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 現任是陸軍上將馬克米利、Mark Milley將軍 2019年10月1日宣誓就職 潛在替換者中的領跑者是 查爾斯布朗、Charles Brown、空軍上將 美國國防部的大多數人都認為 現時參謀長聯席會議中 擔任空軍參謀長的布朗將軍 是參聯會主席的最熱門人選 布朗是一名訓練有數的戰鬥機飛行員 擁有出色的資歷 他曾擔任中東和太平洋地區部隊的指揮官 他亦是第一位擔任空軍參謀長的黑人 布朗以不製造新聞而著稱 他在公開露面和新聞發布會上 通常只說密切繞謀談話要點的話 2021年8月6日 布朗上將在《國家新聞俱樂部》說 空軍和美國國家必須以快速、專注和必做的方式 應對中共挑戰 就像美國20年前在911襲擊後所做的那樣 布朗認為 並沒有直接的先例可以指導行動和決策 來制定應對中共挑戰的回應 如果拜登任命布朗擔任聯席會的主席 這意味著他的空軍參謀長的任期 將會提前一年結束 第二個人選是海軍陸戰隊司令 戴維·伯傑 據悉 白宮也在考慮帶為白傑將軍擔任參聯會主席 白傑自2019年7月以來一直擔任美國海軍陸戰隊司令 一位前國防部官員說 白傑在白宮面試期間與總統聯繫得更多 另一位前國防部官員說 白傑的面試持續了90分鐘 而布朗的面試只持續了40分鐘 不過對白傑的面試時間更長 並不意味著他會得到這份工作 有一位熟悉白傑和布朗的人士指出 白傑更見譚而布朗更善於分析 白傑是一名職業步兵軍官 曾經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太平洋地區指揮過軍隊 他主張的遠景 放棄重型武器並支持更輕便、更快捷的部隊 並以此來重掃海軍陸戰隊 在軍中引發了一些爭議 第三個人選是陸軍女上將 盧拉·李查森 李查森現正擔任美軍南方司令部司令 他是美國僅有的擁有四星上將軍銜的十位女性中的其中一位 作為一位直升機飛行員 李查森曾經擔任美國陸軍北方司令部司令 並在伊拉克指揮過一個直升機突擊營 他還曾經擔任前副總統沃爾的軍事助手 以及陸軍和國會的立法聯絡人 不過參聯會主席的輪選過程 也有一個非官方的規則 即任何兩個連續的主席都不應該來自同一個部門 另一個職位 陸軍參謀長 現任是詹姆斯·麥康維爾·James McConville上將 2019年8月9日宣誓就職 潛在替換者中的領跑者是陸軍上將蘭迪喬治·Randy George 雖然盧拉·查理森是陸軍參謀長的候選人競爭者 但這個職位的最佳候選人被認為是蘭迪喬治將軍 他目前正在擔任陸軍副參謀長一職 喬治是一名步兵軍官 曾經在第101空降司服役 並被部署去支持海灣戰爭 2021年6月至2022年7月 他還擔任過國防部長奧斯丁的高級軍事助理 第二個人選是陸軍上將安德魯·波伯斯·Andrew Poppers 波伯斯將軍是第101空降司的前任指揮官 他是陸軍司令部的負責人 米利將軍在成為陸軍最高級軍官之前 也擔任過這個職位 波伯斯還曾擔任過參聯會在五角大樓的聯合參謀部主任 現任國防部長奧斯丁曾於2009年擔任過這個職位 第三個職位是海軍作戰部部長 現任是邁克吉爾迪·麥·喬迪海軍上將 2019年8月22日宣誓就職 潛在替換者中的領跑者是海軍上將麗莎·弗蘭海替 Lisa Franchati 現任海軍作戰部副參謀長的海軍上將 麗莎·弗蘭海替 是被廣泛認為是海軍作戰部副參謀長的所定人選 佛蘭海替是第二位擔任海軍作戰部副參謀長的女性 她擁有新聞學學位 是一名職業水面戰軍官 曾經指揮過驅逐艦羅斯號 第二位擔任海軍上將 有人說太平洋艦隊司令蔡苗·弗蘭海替上將 可能成為海軍作戰部參謀長的候選人 但也有人說她的希望渺望 但她卻可能是另一個職位的最佳人選 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龜利諾上將 在兩年後離職留下的空缺 空軍參謀長現任是查爾斯·布朗 Charles Brown 空軍上將 2020年8月6日宣誓就職 潛在替換者中的領跑者是 傑斐藍奉奧玉斯特·Jacqueline Vonneville 女上將 如果布朗被任命為下一任參聯會主席 這個將其他人創造一個成為空軍最高將領的機會 圍繞傑斐藍奉奧玉斯特將軍有很多議論 作為美軍運輸司令部的指揮官 她在拜登政府期間一直是國防部 所有最引人注目的工作中心 她的部隊是應對新冠病毒大瘟疫期間運送疫苗 在2021年美軍撤出阿富汗時 從克布爾機場空運撤離人員 以及在俄乎戰爭期間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第二個人選是大衛奧爾文David Alvin 上將 自2020年以來 奧爾文一直是美國空軍的第二號人物 此前她曾擔任參聯會負責戰略 計劃和政策的主管 她來自空軍的機動部隊 在阿富汗和歐洲指揮過部隊 海軍陸戰隊司令 現任是戴維伯傑David Barger上將 在2019年7月11日宣誓就職 潛載替換者中的領跑者是 埃里克·史密斯 Eric Smith上將 埃里克·史密斯將軍 現在是海軍陸戰隊的司令助理 是海軍陸戰隊的二把手 他曾在聯、營、團等各個級別任指揮官 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戰鬥中 作為一名上將 他指揮過美軍南方司令部的海軍陸戰隊部隊 以及海軍陸戰隊作戰發展司令部 第二個人選是卡斯騰·赫克爾 卡斯汀·赫克爾中將 雖然史密斯將軍作為 柏克爾的繼任者人選 連續幾個月位居榜首 但現在領導海軍陸戰隊 作戰發展司令部的 卡斯騰·赫克爾中將的實力 也非常顯赫 在他的工作中 赫克爾一直在推動測試 以及實施白傑將軍的改革 他在很多方面都是該部門的 拍攝式現代化方面的公眾形象代言人 以上節目內容 出財自大紀元記者 情文綜合報導 本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的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